再和大家分享一個美國可以靠印銀紙換水任何東西的Trade 這個就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知道 他這裡說unlimited funny money Funny money 我覺得挺funny的 他那裏寫著 In God We Trust 真的很funny 這個對美國是個非常龐大的優惠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 美國有很多權利要浪費 但義務不肯遵守 他就說 美國可以騙全世界 原因是美國可以這樣印銀紙 一天他可以用自己印出來的銀紙換取別人的有用的東西 他有一個非常大的利益 美國可不可以分享這個利益給其他馬仔之旅呢 他介紹大家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叫swap line 交換 就是互相交換 譬如他舉個例子 英國 英國如果要錢的話 那怎樣做呢 沒問題的 英國就印一萬億英鎊 將這10,000億英鎊傳入美國的聯邦銀行 換取12,500億美元 那就搞定了 於是 英國來講 照印這10,000億 印了之後就沒事了 就去跟美國換 換了之後 美國拿著這10,000億 那怎樣呢 下個問題當然 是怎樣呢 對英國來說 英國拿著這10,000億美元 只要針對美國 你就可以隨時印銀子 跟美國的聯邦儲備局 換一換 搞定 對英國來說 好事 因為這樣 英國使用的不是 英鎊 所以不會引致通脹 或者是超級通脹 問題就是 什麼時候 美國會有這個超級通脹發生 另一回事 另一個問題就是 美國拿著這錢 有什麼用呢 可以有很多用途 一個辦法就是 根本 什麼都不做 反正自己 小朋友 一搞他 我不理會 錢放在這裏 又不會 又不會發霉的 反正都是 印出來的 大家都 自己 給他 12,500億 都是印的 沒什麼所謂 這個可以做到 還有 有利息收 可能 這是一個辦法 第二個辦法就是 要脅 不聽話 趕快還錢 但你怎麼還 今天我們拿著很多美元 可不可以用這個同樣方法 迫 美國 難 因為他肯定還給你的 印美元還給你 所以你沒辦法 真是要 堆壞美元 真是要全世界在一起 不再用 美元作為儲備貨幣 使得他不可以靠印銀紙 而換取到有價值的東西 這東西正在發生 真的正在發生 所以 我就說 美國隨時會打回 第三世界 因為當他失了這個 優惠情況 以他目前國家裏面的各種 社會問題 好 經濟問題 好 各種問題 這個國家是非常之 大問題 來吧 來吧 來吧